科技七巨頭上週經歷慘烈風暴 主要大廠都大幅下跌 可能拖累美股 中錯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三 市場把希望寄託在本週財報發表 知名千萬資分析師陸行之就點出 去年曾經說 揮答舊臺積電 這次看會不會輪到超微來拯救 我覺得其實AMD的想像空間比較大 我不是在推薦股票 AMD份額很小 他份額很小 NVIDIA已經獨大了 AMD在這方面確實是有機會 創委會成為新的全村希望嗎 攤開財報看看 上季營收五十八點三億美元 淨力二點六五億美元 EPS零點六九美元 年增百分之十九 猜測更是經緯天人 營收預估六十七億美元 華爾街預期EPS零點九三美元 創委更把今年AI晶片營收預期 上調五億美元 讓盤後大漲將近百分之八 我們發揮了強硬二次的財政結果 超微就像三十號晶片股的救市主 分析師點出雲端大廠 谷歌財報讓市場失望 微軟沒有特別的亮點 Meta外界持續對AI有疑慮 市場近代本週亞馬遜蘋果和輝達財報公布 是否在為美股注入新動能 307月中央的自由送報道 307月中央的自由送報道